我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隔籍 这个是沙泡郎隔籍 无论是在本命 在大县 在流年 如果有碰到的 叫做竹楼山县 这个时候是你命运的转捩点 需要万分的小心 你要知道 破金碰到文旗会有水恶 碰到杨刃会有刀伤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紫薇斗树讲座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七萨星 这一颗七萨星非常的重要 因为每一个人的命盘都有七萨星 那么你七萨星在你命盘的什么宫位就更重要 七萨星是树萨之星 最适合从事军警或者是长有权力的公务人员 做生意不利 受雇于人比较安定 但是他本身就是属于开创隔籍 所以你担任薪水阶级的人 一定要兼职做开创开发性质的户业 比如说网红 网红一定要开发业务 你不开发你的粉丝 你当网红就没有钱赚了 来 七萨星它所代表的事物 注意记下来 它是爬虫类的 恐怖状态的 比如说列车 连结的拖车 一长串的金属气连接在一起 既有杀伤力的东西 又比如像码头 一看过去 排了一整排的船只 这些都代表了七萨星 所以你在考虑七萨星的行业时候 你一定要从这个所代表的形状 跟职业列别去选择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担任金警 或者进入公家机关 所以你选择行业要很宽广 来 接着最重要的七萨 破金 贪囊 这三颗星永远相互的汇照在三方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都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你的七萨永远会照破金跟贪囊 所以当你的大县走到破金 走到贪囊 走到七萨 他们三个就一起联动 流年也是一样 这一点很重要 来 我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阁级 这个是沙泡囊阁级 无论是在本命 在大县 在流年 如果有碰到的 叫做逐楼三县 逐楼三县的意思就是 你的七萨 你的破金 你的贪囊 他永远会照 如果在你的本命 在你的大县 在你的流年 守在了这个沙泡囊落县 又再碰到阳刃 陀螺 火星 灵星 地空 地节 还有 如果对公有化际来冲 称为逐楼三县 比如说你的命公 大县 流年 座 七萨 对公是五起跟天府 那你碰到人干的时候 五起一化际 就冲过来 那么这种冲的话会产生什么现象 特别注意 有时间启动 就表征命主周遭的环境都变 命运会随之起伏不定 也就是这个时候是你命运的转捩点 需要万分的小心 如果说明人生会碰到重大的险阻 还有会发生意外的灾难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那么如果沙泡囊他虽然落陷 可是他三合有极星 就六极星 化入前科出现 表示什么 表示他的命运 在这个转折的关头 他可以掌握他的窃机 好好的掌握 让这个命运转向上 因为会有贵人相处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来 接着我们用案例来实际说明 这位案例是命公 有七煞 有火星 有天魁 大县44到53岁 时间启动弯鹿宫 破金洋刃 财伯宫 有贪狼 有天夜 有地劫 是不是有煞星 也有贵人星 那我们结果按照这张命盘 我们给他综合的建议 第一点 命主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大县 他目前走这个大县 必须要有长辈贵人来提拔相助 才能够避免阳刃火星空节的撞击 因为他有天魁天夜 那如果他没有呢 会怎么办 来看 2024年时间进入夫妻宫 启动了人甘 造成五起化祭在迁移宫 就冲了命宫的七煞跟火星 煞星被五起化祭冲动了 这个时候大县的财伯宫 那就要看命主 他是不是可以掌握贵人的窃机 所以2024年他今天如果可以掌握贵人 他就能转了过去 如果没办法掌握贵人 他的命运就会被他往下拉 这是第一个案例 来 第二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呢 他这个大县走65到74岁 他时间启动迁移宫的七煞 幼壁跟天魁 那他的大县的官路宫 大县的官路位 有破金 文起跟杨刃 你要知道破金碰到文起会有水恶 碰到杨刃会有刀伤 他的大县财博位是贪狼 也碰到天叶 是不是跟前面一个命主一样 都有贵人 但是有煞星 都会来撞击 来 我们综合的建议 第一点 命主最重要的就是 在这个大县 他必须要有长辈的贵人提拔相助 才能够避免洋刃的撞击 你看六十几岁了 还要得到长辈的贵人相助 的确不太容易 接着来看他的2024年 2024年他的时间启动官路宫的人甘 你看 跟前面的案例一样 那么五起化计就会在本命冲大命 大命是七煞 又有阴煞 七煞是有车祸之星 然后又阴煞 阴煞是邪灵暗鬼 所以会被奏祟 所以我们就希望命主能够掌握他贵人的切记 阴煞一定要走命理老师 那这一位命主在这个大县也是鬼使神差的 被推动而走到了命理老师的这条路 那其实对他来讲就是掌握了切记 如果你有下面的情况 那么最好能够事先提出 异煞做对行业 找对贵人 让你的命运在沙波兰隔级的时候 向上攀升 谢谢